霧台神山瀑布自然生態豐富 不但可以欣賞瀑布美景 霧台相公所跟高市大合作 更發現神山瀑布周邊濕度高 形成的負離子容易讓人體吸收 因为它的瀑布有非常多的水 所以会造成这个环境的湿度很高 那很多的贠離子 其实透过高的湿度 对我们的人体吸收 或者是这个贠離子的释放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在神山瀑布区 非常独特的就是 它的森林物种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芬多金 或者是它所释放出来的好的成分 非常的丰富 高师大研究团地使用贠离子检测 让游客带上脑坡检测仪器 测试游客进入瀑布前后 发现大脑放松 及注意力指数都有提升 相公所近期完成解说导览员培训 及游气步道设施改善 将推出神山森林域游城 主打山林芬多金 除了它具有这个文化上的意义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生态 它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完整 尤其是我们平常正在讲到的 所谓的分多金 所谓的负离子 这个区块因为生态 它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这个部分经过检测 它也非常的丰沛 所以自然文化生态景观区 如何将这个区块 透过部落的经过训练的解说源 然后将这个作为一个合理的开发 然后永续经营 我们是推动一个 而游城的部分是我们神山瀑布 一个游城 现在我们做检测的部分就是不离子的 让游客进来 可以吸收到满满的健康 造访神山瀑布会经过横跨于溪流之上的绳索吊桥 走在上面非常刺激有趣 沿途的步道经过设置改善 平滑好走 适合休闲运动 也能放松心情 不过雾台相公所要提醒游客 深山瀑布化定位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进入瀑布得预约 由部落导览人员带领 部落推出森林域游城 欢迎游客预约到雾台小旅行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